但凡涉及到现代地缘政治元素的流行文化产品 必然有个约定俗成的传统反派 他是谁 想必大家也十分熟悉了 在毛熊永远无法达到好人的次元弊令一头 不仅是劫持空军一号 恐怖袭击美国本土轻而易举 空降华盛顿踏平国会山也是信手拈来 甚至连死亡公路 这一老美在一战中折腾出来的锅 也毫无抗拒的一并威了 然而事情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在黑毛从政治正确 变成整个西方世界条件反射的当下 不知道大家是否发现 北极熊无可替代的反派地位 却在游戏世界中悄然下降 就拿现代军事题材的两个杭霸子来说 使命召唤系列在黑色行动冷战中 就充分发挥了两面黑 两手都要硬的国际主义 黑自己人简直是毫无底线 到了刚刚发售的COD-19 如果不是结尾以彩蛋方式草草出现的马卡洛夫 俄罗斯几乎全程充当背景版 只为以往每作几乎必打毛子的战地系列 更是在2042中强调了无国界战争 无论是从隐喻还是内容上来说 都大大弱化了毛熊的BOSS属性 所以究竟是编剧们耗干了脑洞 还是玩家们看腻了剧情 或许我们还是需要从那些熟悉的作品中寻找答案 国会山上红旗荡 自由女神胜一半 山目大叔垂头丧 拿起AK就是干 回顾过往的游戏历史 我们很容易发现 制造上述耳熟能详的名场面 找个让毛熊和鹰匠开打的由头 还得保证整个流程有模有样 其实并非一件意识 美俄开战之所以在历史和现实中 都属于同一个伪命题 不仅是因为恐怖的和平衡 更是由两国常规军力特点所决定的 冷战期间 红熊之所以大部分阶段处于首饰 是因为他们的常规军力 基本威胁不到对方本土 这是由陆全国对海全国的先天烈士决定的 而这一问题 游戏甚至比历史教科书讲的还要透彻 发生在黄牌空战系列Strange Rail世界观中的那场环太平洋战争 以美国为原性的欧西亚国 坐拥七艘航母 拥有压倒性的全球兵力投送能力和海空优势 而大洋彼岸的尤克托巴尼亚国 则像历史上的苏联那样 狂点战略核潜艇科技术 同样缺乏指导对方本土 哪怕是海空决战的实力 为了让他们打得有来有回 南梦宫的编剧们上来就毫不手软的给欧国主力 来了一次黄牌空战版的珍珠港事件 大幅削弱了欧国军力 同时给游国大方的提供了两艘巨型深海乾隆 还安排了一种名为低空炸裂弹的科幻武器 任凭你战舰多如牛毛 战机遮天蔽日 它也能让5000米以下空域的一切有生力量一发入魂 经过这么一通强行平衡的神操作 严重缺乏远洋进攻能力的游国 才能勉强与海上强权一战 即便如此 他们也始终无法登陆敌国领土 甚至连外岛都打不下来 等到那两艘宝贝哥塔潜艇被击沉后 就只能被主角团一路反推任人宰割 这充分说明 在海空军实力差距过大的情况下 单靠一两件不讲武德的杀手锏 根本无法逆转硬实力的巨大差距 所以历史上美苏军力斗法的前沿 从来不在太平洋 也不在最窄处 仅有35公里的白岭海峡 而是遍地韭菜等人来嘎的欧洲地区 华约集团唯一的打法 就是利用数量和成本优势 对西欧进行一场强度和突然性爆表的全面袭击 就像著名的苏联八一军演后 美国智库为欧洲小弟们量身定制的那份毁灭时间表 如果苏联人决定周日动手 那么周一就能占领慕尼黑 周三可以在凯旋门前搞阅兵式 星期五封锁英吉利海峡 星期六打下马德里之后收工休息 吓得他们抱紧大腿 高呼 爸爸再爱我一次 而在五角大楼闭门进行的数次兵器推演中 北约则完全可以利用空中优势 以及大西洋上的绝对制海权 让主力从西德有序撤退 哪怕是在对方祭出战术核武 外加法国习惯性投降的最恶劣情况下 北约依然可以依托不列颠 与伊比利亚半岛 对强弩之末的华约集团展开反攻 而像战争游戏 空体一体战等真实系RTS 也从战术层面上印证了即使苏联有某些阶段性优势 也不足以消弭整体实力上的差距 总而言之 在常规战争形态下 鼎盛时期的红熊也保证不了 仅凭自己就把鹰匠的西游小弟们吊吹一遍 于是 广大编剧们的思路就只能从现实转换到超现实 让美苏实力从根本上进行再平衡 比如红颈这种超级系RTS 就是让爱因斯坦乘坐时光机器 对某位失忆的奥地利画家实施天降正义 从而引发蝴蝶效应 最终意外地让老对手做大 所以说到底 想让当了几十年全球霸主的山姆大叔 奏上苏强美若的历史轨迹 唯一可靠的方式 就是改变历史轨迹 而最好的窗口期 则是上世纪40年代 彼是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航行 国力和军力严重失衡 战争过程中为苏联提供的大量援助 战后又一度产生绥靖主义的苗头 其中每一个对西方现代史可能产生的迫害性 都比罗斯福在高宝奇人开篇的躺枪 不知道大了多少 而2003年高分第三人称射击游戏 自由战士 就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条 未曾设想的道路 苏联率先研发出原子弹 并瞬间和平柏林 钢铁私负千里松温暖 替代了真实历史中的马歇尔计划 整个欧洲一片红 60年代又对南美大陆的输出革命 让这个比古巴导弹危机更甚的劲爆事件 在美国后院接连上演 在游戏故事主要讲述的90年代 漂亮国在被孤立了半个世纪后 已经成为了一座孤岛 身为纽约普通市民的主角 被苏联大兵破门而入 就这样成为了历史的必然 不过超现实的部分 除了做历史文章以外 也可以做未来的文章 毕竟在21世纪这个大国实力 此消彼长的年代 玩家们喜闻乐见的美俄开战 在近未来也并非不可能 老板使用召唤现代战争二中的美国 三万精锐在中东河宝中殉命 海外基地纷纷被关 国际地位大跌 国内军阀势力抬头 实力派将领 拥兵自重 真可谓是乌漏天风连也语 此时的俄国 不仅在本位面上 还拥有中亚和东欧的部分领土 而且经济和军事实力 也一直都在快速发展 正在无限接近 俄罗斯历史复兴的伟大时刻 No Russian事件一出 县政府在激进民主主义势力的裹挟下 对美国开战 甚至有一种建在弦上 不得不发的必然性 然而即便前夕作祖 关于红色钢铁洪流是如何跳过海空决战 直接登陆北美的过程 依然让无数编剧大脑过载 所以他们让美帝陷入主场作战 这一窘境的方式 往往都过于简单粗暴 在冲突世界里 苏联重装部队伪装成远洋货轮偷袭西雅图 在老版现代战争二中 因为所谓的ACS系统被破解 山姆大叔只能任由俄空降部队 在东海岸遍地开花 从理性角度看 哪怕是把那支会随缘枪法的 非洲叔叔们换上去 这仗也不会打得如此窝囊 不过好在 这些作品通过叙事视角向普通个体的下沉 通过角色行为动机和个性魅力 制造的戏剧冲突 让故事在推进发展的过程中 巧妙掩盖了方向上的漏洞 在紧张潜入 白宫激战 弹尽粮绝 惨遭背叛等充满情感张力的桥段冲击下 我们往往会陷入与虚拟战友们的共情 至于剧情的不合理 故事的扯淡逻辑 就是通关之后才能想到的事了 简单归纳 为美俄的仙桌子创造理由的方式 无外乎是通过对历史的修正 彻底颠覆现实中双方日益离谱的实力差距 再通过微观的视角 来回避宏观背景的漏洞 这些编剧思路 其实都是1984年的爆款弊片 天狐入侵玩剩下的东西 但同样的套路 到了2012年的翻拍版之后 自然就没人买账了 靠互动性和沉浸感吃饭 更擅长架空世界体验的电子游戏 固然在创造抗俄神剧方面 有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 但能发挥的空间 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除了编剧太累 繁家太腻以外 咱们不妨反向开个脑洞 由西方把持的国际社会话语体系 将毛雄塑造成一个历史上 现实力和可见未来中的敌人 目的自然不言而喻 电子游戏也自然和众多文化产品一道 或有意或无意地将其具体化 来迎合前面的刻板印象 然而渲染未知的恐怖 其舆论效果远远要超过可见直观的结果 好莱坞大片中 一口福特加英语的黑帮大佬 恐怖分子等形象 会让人觉得 他们所代表的整体 就是冷酷残暴的代名词 而动辄就是红蓝大战的游戏 却搞出了不少反效果 他们不但在西方玩家群体中 培养出了一群鹅粉 而且也迟早会让咱们认识到 这帮编剧拼了老命 丢了老脸才能让这俩CP 擄起袖子干一架 这里面的合理性有多少 自然也就只有鬼知道了 而为了避免成为高级黑 俄系反派在虚拟世界中的地位下降 似乎就更加能说得通了